台湾的政治网头 相对于比方说欧美国家 甚至其他的亚洲国家来讲 都特别的多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们言论很开放吧 这个是台湾的 我们的确是自由度 政治自由度 或是言论自由度 的确在亚洲是名列前茅 这个是事实嘛 就是我们的空间很大嘛 所以因为空间大的关系 所以它有很多元 那人数就比较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就是你越开放的社会 当然能够 你能谈的议题越多 所以当然各式各样的政治网红 就会越来越多啊 那你觉得身为网红 跟你以前身为电视台的记者上面 你自己在选择议题之后 你会不会自我设限 就是说你觉得身为电视 传统媒体的记者好了 在做一些报道的时候 有时候你自己本身 就会给你自己一些限制 如果要考虑到媒体的立场 嗯 OK 我觉得这样讲啦 我自己其实没有 一直都没有这个 自我设限的这个问题啦 我自己一直没有 包括我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 我其实基本上也是 我今天锁定一个议题之后 我就觉得 我是用议题来做选择的 既然要访问这个议题 那就是要去找 有代表性的人来 来做访问这样子 以前 包括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 也是如此这样 到了自媒体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更贯彻 因为主要是在 传统媒体阶段的时候 我其实去访了 他不用 我也没法子 Right 可是在现在自媒体的情况之下 我就自己决定啦 那我是没有自我设限的 我任何一个阵营 我们都希望能够谈 我们都希望能够接触到 我们觉得重要的 我们就去谈 我自己是没有这个问题 那别的媒体 我知道有些自媒体会担心 因为谈太多政治的东西 其实谈太多政治的东西 对自媒体经营来讲 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觉得不应该说谈政治 应该是说谈公共议题 这件事情 其实是一件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们谈了 很容易被言上 我们很容易被骂 然后业主会跑掉 OK 可是如果说 不是因为有 我觉得公共讨论 是民主的核心 这一个信念的话 我觉得我也不要做 我就做做娱乐的东西就好了 可是就是因为 我有这个信念 我觉得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 好吧 那没关系啦 那就这样吧 可是我觉得 我相信 很多人不是这样想 的确是 我觉得很多人不是这样想 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频道的生存更为重要 你觉得就是台湾的政治网红 他本身的政治立场 会不会也很鲜明 我感觉上好像也会 我觉得会吧 可是我觉得政治立场很鲜明 这件事情 跟他的言论 我觉得还是要分开来看 OK 我觉得很多立场很鲜明的人 他只要不扭曲 他的受访者所说的话 他如实传达他的意思 我觉得他什么立场 不要紧啊 因为没有人是中立的 可是我觉得只要 大家很清楚 他是从哪里来的就好 他就是说 他这个人 他的信念是什么 他从哪里出发的 然后 他在做访谈的过程里面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 受访者与采访者之间 一个对话的过程嘛 那我这个人 怎么可能是没有立场 我一定有立场的啊 每个人都有立场的吧 我觉得 说自己没有立场的人 我不相信耶 我真的不相信任何人是 因为没有立场本身 也是一个立场啊 不是吗 所以我不相信 会有没有立场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 我在看采访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我们两个人 不同想法的人 在沟通想法 重要的是 不要扭曲对方的想法就好 我觉得现在 在做公共讨论上的挑战 越来越大 这的确是 因为我觉得社群媒体 这几年的发展 跟演算法 可能也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我觉得它的确是 比较favor 它极端言论比较容易被听见 就是反正吼得越大声的人 越容易被听见 讲得越辣的 越容易被听见这样 的确它 它有这样一个特质在那里面 然后它就鼓励了 这样子的一个说故事的方法 所以我觉得的确 这个挑战是有的 但这个挑战也不是只有台湾有啊 我觉得全世界现在 只要有社群媒体的地方 都是这样啊 所以这是一个 大家共同的课题啦 怎么样在维护言论自由情况之下 但是又不让极端的声音 甚至是disinformation 假新闻 不真实的讯息 这一种能够被控制住 这的确是一个很困难的课题 那你怎么看台湾传统媒体里面的 政论节目 我之所以会做 斐所知这个节目 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在政论节目上面 看到的是表演比较多吧 它的娱乐性质比较多吧 然后另外一个是 它的资讯非常的片面化 很破碎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常常邀了四五个来宾来 然后每个人讲话 其实也都是非常简短 一个是非常上败式的那种发言这样子 然后我也觉得 好像因为为了要收视率的关系 它其实也是以煽动为最重要的目标这样 所以我们做一个long form的这个interview 我们这个节目为什么设计成这样 就是希望我希望邀请来的人 他可以真的把他的话说清楚 我们是真的希望能够了解你的想法 而不是抓着你的一个小辫子来做文章 所以我是真的觉得 你要问我的话 我自己我并不喜欢政论节目 我并不喜欢 然后我也觉得 它在讯息传播上面 我觉得也给了很多错误讯息这样子 做这个节目其实就是希望有另外一个管道 大家可以不要再从政论节目当作唯一一个 你拿到你的政治方面知识的地方 那好像目前最受到年轻朋友欢迎的是 像伯恩夜夜秀或是贺龙夜夜秀 你觉得他们的节目的形式怎么样 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 我一直都觉得书库式的方法很重要 那像比如像伯恩他们 其实现在尤其贺龙夜夜秀 可以感觉到他的ambition 他的野心 就是他希望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把观众带进来 然后我们来谈一些很尖色的议题 我觉得他可以接触到的base大很多 比我们会大很多 那我们的节目的话 我觉得我不是说 我就我有能力的话 我也希望做得很幽默啊 然后做得很有趣 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我觉得我们有能力的是说 我们针对一个议题 我们做了研究以后 我们找一个代表性的人物来 把这个事情说清楚 让大家对这个事情有一个轮廓 有一个了解这样子 我觉得我们只能做到这一点 那至于像贺龙夜夜秀那种 我觉得蛮好的啊 其实而且我觉得他们 其实就是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 来告诉你一个比较严肃的议题 让平常完全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 也可以了解一些 现在目前就很重要的一些公共议题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